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及人生 预言误道理 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欧里斯修士国王派出了任务 海克利斯已经完成了 砍杀梅尼亚的狮子 斩杀九头怪蛇 活中五鹿以及清理流棚四项任务 接下来国王要他毫发无伤的去捕捉一只大野猪 这只野猪是用来献弃给女神的生物 可是他却不断地在地方上作乱危害百姓 这只大野猪的体型是一般猪肢的两倍大 奇怪 他的动作却异常的敏捷 知道要随时躲进草丛里 毕竟他经常到处作乱 仇家太多了 不是咬伤人 就是破坏庄稼 每一次大肆破坏之后 就逃得无影无踪 国王不但要海克利斯把大野猪抓回来 还要他毫发无伤地抓回来 因为这是要献祭给女神的圣物 海克利斯接到任务后 立刻前往爱里曼图斯山 途中他在一个村庄稍作停留 却让他看到了令人遗憾的事情 这个村庄一直受到一只巨大野猪的攻击 今天王子召集各路的勇士 要去追杀野猪 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终于将可恶的野猪解决掉了 没想到勇士们却在这个时候 大家互相的争功劳 彼此之间留下了仇恨 在热闹的市集里 有两路的勇士互看对方不顺眼 当场起的冲突 在争吵的过程中 有人动起拳头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很多人在这场打斗中受伤 甚至死亡 海克利斯感叹着 大家可以团结一致对抗外敌 打败野猪 却赢不了自己虚荣的心魔 海克利斯继续地往爱里曼图斯山 中途经过半人半马 佛勒斯的家 受到佛勒斯热情的款待 佛勒斯把家中的山珍海味 全部都端出来 招待这一位英雄 两个人边吃边聊 这一路上有趣的事情 佛勒斯听完了又是杀狮子 又是杀九头蛇怪的惊险过程 对海克利斯更加的崇拜 他想要把身边所有的好东西 都拿出来送给海克利斯 佛勒斯想到了一件事情 几年前 酒神迪厄尼索斯 亲自酿了一坛美酒 要送给所有的半人马享用 这一坛酒还在他家的地下室 珍藏着 不如现在就拿出来喝 英雄配美酒佳肴 再加上一坛美酒 那就是十全十美了 佛勒斯把这个想法跟海克利斯说 海克利斯也觉得山珍海味在眼前 没有美酒助兴就是少了一位 他同意就这么做了 美酒当前两个人都抵挡不住诱惑 佛勒斯将迪厄尼索斯交代的话 全忘光了 当年迪厄尼索斯交代说 这一坛美酒是世界上唯一 一定要半人马的朋友们举办重大的庆典 大家欢乐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才可以打开来共享 看来这两个人还没有喝就已经醉了 竟然不把酒神的话当一回事 不过 佛勒斯还是有点担心 他担心自己私下开酒来喝 万一被其他的半人马知道 他恐怕会被打死 海克利斯大胆的向他保证 不会让其他人伤得了他一根寒毛 尽管开来喝就是了 这坛酒是酒神亲自酿造的 香味果然不一样 才打开 糟糕了 附近的半人马全部都闻到味道了 真不愧是酒神亲自酿的酒 一打开盖子 扑鼻而来的酒香人间少有 这难以形容的香味 光是闻着这醉了 香气肆意的酒味 随着风势飘到了附近半人马的家中 佛勒斯不遵守信用 偷偷打开酒神的礼物 一个接一个半人马 都冲到佛勒斯的家中 准备要砍人了 一位半人马的长老说 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忍住不轻易的开坛 就是因为这一坛酒很珍贵 大家都舍不得喝 长老指责佛勒斯太子斯 这种背叛亲族的行为 族里容不下他 在长老的一生命下 所有半人马 有的拿刀 有的拿弓箭 各式各样的武器都出来了 大家都不原谅这种独乐乐的行为 海克利斯说过要保护佛勒斯的 他拼命的向大家解释 不过没有用 他也是这一群半人马 要砍杀的对象 双方一路砍一路逃 猛虎难抵猴群 海克利斯和佛勒斯 退到了半人马凯隆的洞穴前 凯隆是海克利斯的老师 师徒相见 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不过海克利斯来不及向老师凯隆 解释眼前危险的状况 在双方拟来我往互相攻击的时候 凯隆毫无防备地走出洞穴 竟然被海克利斯的流箭射中 由于海克利斯的箭 都是浸泡过九头蛇怪独一的独箭 到目前为止 被射中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命的 凯隆硬身倒地 即使他精通医术 但是九头蛇怪的剧毒 至今无人能解 海克利斯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抱着凯隆自责痛哭 深受剧毒之苦的凯隆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决定要代替人类之父 普罗米修斯 继续接受惩罚 于是凯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 被炼着的高加索山上 自愿代替普罗米修斯的位置 放弃自己的不朽之身 任由自己的身体 被老银着实 来解决普罗米修斯的痛苦 海克利斯眼睁睁地看着老师凯隆 走上死亡之路 内心的自责让他更加痛苦 他要赎罪的对象又多了一个 海克利斯站在不远处 向恩施凯隆深深一鞠躬 他要继续赶路 去完成抓野猪的任务了 几经波折之后 海克利斯终于来到了 爱里曼图斯山 只不过可恶的野猪在哪里呢 这一只大野猪的恶行 无人不知 就连小朋友都能够说得出 他干了哪些坏事 一群在山脚下玩耍的孩子 对海克利斯说 只要听到很大声 像打雷的声音一样 跟着声音走 就会知道野猪在哪里了 海克利斯寻着声音 终于找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野猪 海克利斯发出了一声巨吼 声音如雷贯耳 把大野猪吓了一大跳 他也不管吼叫的是谁 拔腿就跑 轰隆隆巨大的声响 贯穿山间峡谷 没有想到这只胖猪这么会跑 海克利斯在后面紧追不舍 差一步就要追到又被溜走了 大野猪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对手 他一直跑 一直跑 终于跑不动了 最后跌入一条被野草覆盖的大水沟里面 大野猪累到放弃挣扎 海克利斯不用跟他缠斗 轻轻松松的就将这只作恶多端的大野猪五花大榜 扛回去献给欧里斯修士国王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贡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海克利斯躺着大野猪来到了宫殿 有着尖锐咬牙的凶恶野猪 看到了国王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声 把国王吓得半死 反正躲到远远的地方 国王不敢再靠近了 只好站在远处 大声地跟海克利斯说出了下一项任务 要他赶走史丁巴 螺丝湖上的怪鸟 历经了几次的冒险 海克利斯都能够完成任务 而且平安归来 欧里斯修士国王表面上说恭喜 内心却很不服气 他想着这次要来点不一样的 就不相信海克利斯每一次都能够那么幸运 欧里斯修士 这次下达的任务是 海克利斯要赶走位在史丁巴罗斯湖上的怪鸟 这一项任务困难的地方在于 这一群怪鸟是战神阿瑞斯的宠物 性情古怪又刁砖 行为坏又凶猛 实在是不好对付 这是一种巨大的猛情 外表长得像鹤儿一样的食肉鸟 身上有着像钢铁一般的翅膀 如钢铁一样硬的嘴和爪子 十分的厉害 通常它们栖息在史丁巴罗斯湖畔 四周都是沼泽的地方 这群怪鸟经常成群结队飞在天空 然后在一只领头鸟的带领之下 故意大力地抖动翅膀 撒下一阵金属羽毛 这些金属羽毛从天空落下 就像是锋利的刀刃一样 只要被羽毛打到的人或是动物 非死即伤 坏鸟的铁嘴硬到能够拙破任何的武器 它们排出的粪便更是充满毒气 造成庄稼枯萎 百姓的体内击毒最后身亡 看看这湖畔方圆百里 几乎没有人烟出现 海克利斯来到史丁巴罗斯湖畔的沼泽地 远远地就看到一群大鸟 在天上飞来飞去 它们不像是翱翔天际 悠游自在的小鸟 反倒像是在天空寻找对象 准备要去导弹攻击的坏鸟 海克利斯打起弓箭向天空射去 一连射出了好几只箭 没有一只箭能够射中怪鸟 怪鸟的数量太多了 光靠弓箭射它们 这也不是办法 领头的怪鸟忽然意识到 有人类在攻击 它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后 它们像是一只训练过的队伍 每一只鸟都有自己负责的工作 这个时候 有的鸟放出毒气 有的鸟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屎 有的鸟抖落一地的羽毛 一阵慌乱之后 又继续悠闲在空中飞来飞去 丝毫没有在怕 领头的怪鸟不时还会命令变换队形 像是在嘲笑在地面上那一位射箭愚笨的人 海克利斯眼睁睁地看着怪鸟在空中嚣张 虽然心急却无法制服这群怪鸟 它得想个办法才行 海克利斯观察着四周环境和地形之后发现 这里的沼泽地地面过于柔软 不够结实 如果在上面行走 恐怕会掉进去沼泽里面 但是它也不是一片汪洋 可以在水上面行舟 横竖都不行 这下该怎么办呢 这群怪鸟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要一只一只打 恐怕打三天三夜也打不完 一定要想个办法 把它们一网打进 海克利斯坐在远处 一边观察怪鸟的坐席 一边绞尽鸟汁的小铺头 还是想不出办法来 还记得海克利斯的保护神是谁吗 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她来帮忙了 海克利斯苦寻不到办法 每一次抬头看到那一群怪鸟时 总觉得怪鸟正在用 亲密的眼神看着她 好像在笑说 怎么样 打不到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这个时候 海克利斯感觉到 有人在背后轻拍她的肩膀 回头一看 原来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雅典娜的出现如同及时雨 她还带来了礼物 要送给海克利斯 这个礼物就是两面大铜拔 这可不是一般的铜拔 是为了要抓这群可恶的怪鸟 由火神赫菲斯托斯亲自研发特制的铜拔 原来 雅典娜在来这里之前 有先去找过战神阿瑞斯聊天 既然是阿瑞斯的宠物 他一定知道 这群宠物并非无敌 一定会有弱点 果然 阿瑞斯说 怪鸟的羽毛如刀刃 还有印如钢铁的嘴巴和爪子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让人想不到的是 它们的耳朵是非常脆弱的 不管是尖锐刺耳 或是回音声响大的音量 都足以让耳朵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雅典娜提供的这一项讯息 真是太重要了 再加上 由火神赫菲斯托斯做的铜拔 现在要对付怪鸟就不是问题了 雅典娜教海克里斯 怎么样使用铜拔 敲出最大的声响 来驱赶怪鸟 说完 它就消失不见了 海克里斯努力的爬到湖边的小山上 它按照雅典娜的指示 拼命的敲起铜拔 吓怪鸟 震天驾响的尖锐铜拔声 别说这一群鸟了 海克里斯它是最靠近铜拔的 它也受不了了 还好它早就有准备 先在耳朵里塞了两个塞子 这一群怪鸟无法忍受这么尖锐的声音 看得出来它们很慌张 领头的怪鸟惊慌失措 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它无法带领同伴们飞出树林 其他的怪鸟也很慌乱 奋力抖动翅膀 企图要找出方向 不过不是跟其他的同伴相撞在一起 就是整只鸟灾进去沼泽里 还在天空原地旋转的怪鸟也差不多头晕了 海克里斯抓住了时机 弯弓搭箭很有效率的一连射出了几十只箭 这一次没有一只箭是射空的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让它们从此不能够再伤害人类或者是动物 被射中的怪鸟应声从半空中落地 不过有几只怪鸟趁乱急忙飞走了 听说它们飞越大海 一直飞到另外一个岛 从此就没有再回来过 怪鸟飞走了 这个地方也恢复平静了 家畜都回到了草原 百姓不用再担心 农作物又被破坏 这表示海克里斯的任务又圆满达成了 他高兴地回去向国王赴命 国王听完后又派给他下一项任务 而且一次比一次还要的危险 下一关会是什么任务呢 请继续收看《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萧斯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圣花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里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装神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咦 是傻瓜牡羊 情话金牛 开心充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瓶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国独谣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善要志愿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行成永不大海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永远照亮我的心 答备 我不是想一会儿 我不是想一会儿 惊喜 我不是想一会儿 我不是想一会儿